来到了江苏南京啊兄弟们 然后带兄弟们一起看呀 南京这边的打拔单是什么干的 然后他这边的话是什么样的货 然后收到什么价格 然后兄弟们一起看呀 像这个的话就属于南京的塑料啊 然后基本上都是以通货为主 什么叫通货呢 通货里面就是除了矿泥水平 还有什么还有花椅啊 大小白啊餐盒啊都在里面啊 然后这种货的话价格比较便宜啊 然后他们这边是去费品单拉的话 拉的是3100到3200 然后费品单卖过来的话 卖的是32003300的样子啊 然后兄弟们一起看呀 这个通货里面啥都有 花椅啊大白小白啊 然后餐盒啊都在里面 像这种通货 它虽然价格便宜 但是费时费工 因为这里面人工很大的 你要把它这些塑料 都要一个一个的给分下来 因为每种塑料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矿泥水平里面还分什么 分塞呀二级南蛮呀 然后饮料里面分什么 分大白小白花椅 然后饼料里面分餐盒啊这些对吧 都要把它给分下来的 因为每种塑料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啊 像它这边 跟输州就不一样 虽然两个地方靠的很近 输州的价格收的很贵啊 收的4200 但是输州4200要什么 要存瓶子 南京这边它就不一样 就三千苏脸头 里面就是啥都有了 都放在一起 你说是收通货挣钱啊 还是收存瓶子挣钱啊 可能各有各的优势吧 通货就是费人工啊 然后产量做不上去 但是如果收存瓶子的话 产量就提上去的 但是就是利润要低的 就是靠产量挣钱啊 所以说每个地方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兄弟们 我们有以后有时间的话 一个一个的跑 看每个地方 是怎么样的收货模式 怎么样的加工模式啊 兄弟们啊 然后我带兄弟们一起看啊 它这边的加工模式啊 首先它收的通货 然后要把什么 要把大白啊 像这种就属于大白料啊 把大白挑出来 然后把小白料炒出来 然后把花银料挑出来 然后这边是餐盒 每种数量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边也是餐盒 然后油壶跟酱油壶也挑出来啊 因为油壶酱油壶的话 不要吹到料仓里面啊 然后这个料仓里面 兄弟们看 有个总料仓 总料仓里面什么 就是存框点水平 然后没有油壶 没有酱油壶啊 兄弟们一起看呀 然后经过提料机 然后这个是提料机 然后经过拖标机 拖完标之后 然后然后有光悬机啊 光悬机选的塞和二级南蛮啊 然后它这边二级南蛮也是干粉的 二级南蛮干粉的 然后塞的话是打包的啊 我一个一个的带兄弟们看呀 这个是干粉的二级南蛮 兄弟们看呀 干粉的二级南蛮其实带盖子 兄弟们看呀 然后像这种二级南蛮干粉的话 现在卖的价格在4700到4900不等啊 要看你做的质量 如果你带磁白的话价格要便宜啊 他这个没带磁白的话 可能价格要高一点啊 还有西苏片啊 这些你可以 也可以散到二级南蛮里面啊 然后二级南蛮 它这边是自己干粉的 然后兄弟们看呀 有个二级南蛮的料仓 然后这边是塞的料仓 塞的话它是打包的 兄弟们看呀 然后最近老板也要改啊 他们他也觉得塞打包不划算了 像这种塞打好包的话 质量做的好一点 然后到头价格的话 在5200一断啊 但是运费是自己的 所以他最近塞的话 也准备改线了 然后也跟我一样 把这一车卖掉 也不做压包了 也做干粉的 塞他们也打包了 兄弟们看呀 塞打包 然后二级南蛮干粉 然后我在兄弟们看呀 在这边的生产性啊 也在改啊 他这边也在改 绝没再大个料仓 然后塞也做干粉啊 我再跟兄弟们讲呀 收通货的话 怎么样才有利润啊 南蛎这边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兄弟们 第一个要控制水跟杂志的比例啊 我打个比方啊 比如你说的100斤货回来 你然后里面挑出来 水跟杂志有个20斤 你就是算通货之后再便宜 你同样还是一样没利润呢 兄弟们啊 所以说收通货的话 第一个解决的是什么 就是水跟杂志的比例啊 兄弟们一定要控制啊 那个废品价送过来 不要自己去拉 因为废品价送过来的话 你经过吹饼机的话 有水跟杂志呀 你可以把它看得见了吧 你能退给它 你给我提高点价格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提高产量 兄弟们 你像南蛎这边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你收通货收的再便宜 你一定要做个两三天出来的话 你对吧 你没有产量 你人工房租的钱都挣不回来 所以说收通货 第一个解决的是什么 水跟杂志的比例一定要控制好 第二个就是要提高产量 兄弟们 所以说每个地方收获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为什么好多人就是说做塑料 他虽然价格收的便宜 一样的没利润 你们要做塑料里面 学分是很大的兄弟们 不是说光看个视频就能解决的 你一定要 要懂它 一定要去考察一下 了解当地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市场 你像南蛎这种通货 你就说啊 收个三千一三千二 你觉得它有利润吗 我宁可收个三千五三 到三千七的存名字啊 不要说这种通货 因为你说通货的话 永远控制不住 水跟杂志的比例 还有就是人工做不上去啊 人工成本太大了 所以说我们收获的话 兄弟们一定要记住了 第一点就是 控制水跟杂志的比例 第二个就是提高产量啊 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 有利润啊兄弟们 像苏州这边 它虽然价格收的高 但是它基本上这个费民量 卖过来都是成品的啊 没有什么大白小白话语 然后更没有什么水了 然后它就是靠产量挣钱了 哪怕一灯挣个五十 或者挣个一百 它一天做个一二十吨的吧 它同样还是有利润的 所以说兄弟们 收通货的话一定要记住了兄弟们 这几个一定要解决 如果不解决的话 你就算通货收的再便宜 还是同样没利润的兄弟们 我们在一起看一下兄弟们 南京的通货 你觉得这种货它有利润的吗 对不对兄弟们